今天特別再邀請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 還有自帶力量黨團 還有親民黨黨團 共同針對大概兩個議題 一個議題就是勞基法的修正案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院會 到底今天的院會 我們要怎麼進行 來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那麼在進行討論之前 特別要跟黨團報告 在上個禮拜五 有一個就是我們時代力量黨團 有看到在我的辦公室 有跟國民黨黨團 還有柯總召在裡面開會 那這個要跟時代力量黨團說明一下 是我跟我們的幕僚要開會之前在做討論 突然王院長跟王委員 還有廖國東委員 敲門說他們有一些議事 這個可能要跟我溝通一下 所以就進來 那進來我們再談 談能不能針對一線一序 再做溝通 怎麼柯委員又跑進來 然後再過五分鐘 徐委員又進來 我說你們是不是在外面講好了 我都沒有邀請怎麼大家都跑到我的房間來 所以那不是學商 學商一定會發邀請函 然後請各黨團 這個都要有具名 所以學商會非常非常的正視 但是有時候個別黨團對議事議程 有一些不解要來請教 我們都會請秘書這個議事處的 來向他們說明 各別黨團的說明 這個沒有經過召集學商 都不叫學商 也不做結論 所以特別跟各黨團來說明一下 那麼今天我們第一個就是 今天的院會跟勞計法的修正案 議程裡面是沒有啦 完全沒有 所以到底今天的議程要怎麼處理 讓今天的一些討論事項 能夠順利的來進行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法案 趕快今天完成二三度 這一點我們先請大家表示一下意見 看怎麼樣能夠讓這個議程 議事的進行 能夠順利先請大家表示一下意見 柯二總召 我比較誠意的敬意 整個勞計法9個從7月份到現在 三四個月 那這個法案當然影響的整個勞工情誼 非常深遠 各黨也有提出自己的版本 那在過往這段時間我們就不論了 今天我們要來面對就是說 議法院我們當然這件新的開始 和過去有些新的人進來 那有些議程的處理上面可能有不同意見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核心事項 像剛才院長所報告上禮拜 上禮拜五 我們在王院長辦公室 王院長也來了 我開完檔會議後 當然我已經 我們已經快十點了 我去看今天到底能不能順利進行 事實上那天早上7點鐘的時候 我們 我也跟廖國東委員 也稍微討論一下說 這樣的長期以往 這樣下去 對國會這種傷害 對大家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大家想辦法來共同來面對 那我提出的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 大家共同來看驗錄影帶 錄影帶看完以後 那自有公斷 要怎麼處理 我們再來討論 這個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 外界對於勞基法修正 大家知道 這個事情有人鬧開了 但是呢 整個勞基法的內容 事實上已經被各界走忽略 那有不同團體有不同意見 那有些人在處理法案的時候 的時候 正義性法案過去 常常有 也都是要走出一條路出來 所以我都希望說 是不是第一個 大家來看錄影帶 那來看錄影帶 看完以後 那有什麼疑點提出來 大家來討論 要共同來面對 第二點我還是比較主張的就是說 大家一直講委員會中心主義 但是呢 委員會 在時代力量 以及國民黨這樣衝動下 根本沒有辦法開 沒有辦法開的時候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過去立法院也曾經有 市長黨編聯合組織公聽會 但是呢 我認為是在這裡 我比較誠意的建議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NCC那時候衝突非常厲害 有王安院長來主持 那是來主持座談會 雖然今天這個我們把它定為座談會 公聽會 我認為是來一個比較正式的公聽會 市府 建請蘇院長 市府來邀集 邀集 召開公聽會 時間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假如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去 當然 那有關於議事的問題 那整康文錄影帶再來論斷 那未來這個程序上面 也有超級協商也可以談 也可以談 也有宴會 也可以 總共才九條而已 要怎麼講都無所謂 至少 大家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 這麼多政黨的負責人 黨編都在這裡 那院長也在這裡 我相信我們應該有智慧 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比較具體的 第一個 來看議錄影帶 當然看議錄影帶 看委員會下次開會時間 大家一起來看也可以 假如說大家接受的話 那公聽會的時間 公聽會假如大家有 有共識的話 請院長趕快解決一個時間 我們共同來討論那個時間 至於另外有關於 那天我們爭吵的問題 爭吵問題 昨天我也找我們黨保安院長 來了解議事程序 過去你主持 宴會的事是怎麼主持 過去的遊戲規則 大家怎麼共同來遵守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一些相關的 程序的問題 那大家都有 都可以看 那以過去 王院長你曾經組織過 那有關於 當然我在這裡要回頭過來講 就是說 那天我們為什麼一早 六點多 要我們三黨先來 在議場門口那邊站崗 等待地案 就是怕 我們黨 不管在討論 在討論事項上面 做出很多案子要來變更 所以我們提出的 議程的確定上面 對於報告事項 我們只增加一項而已 那一項就是說 公民會主委 副主委以及兩位委員的報案 因為這個是法定一定要處理的 免體以前一定要完成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報告案 方來報告事項第一案 我們希望就是說 能夠來有同意的時間 讓委員會討論來自於 以後在宴會來行止同意前 至於討論事項的部分 討論事項的部分 我們提了二十案 當然 這中間有 有四個字 就是說 警線以及一序的問題 警線這個二十個案子 以及一序的 一序這樣處理 當然 過去立法院 在處於 為簽訂議程的時候 討論事項為簽訂的時候 都是各黨提出一個表 就是今天討論事項是拿幾個案子 來表決 以前我們表決的時候都輸 都輸 但是呢 表決輸了以後 這二十案裡面可不可以再變來變去 以前我們要主張要變的時候 以前 扶民事項做案來都反對 我們也沒有都處理過 那這警線 當然是警線依序 今天我們會有四次成議 把它警線依序先劃掉 當然裡面有兩個案子 事實上討論事項裡面 我們只在意一個案子而已 也就是說上禮拜五被你們退了 上禮拜二被你們退了 退了有關於這個 電業法 大家互相都退很多 電業法以及應久稅法 那有關於長照的案子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在討論事項裡面當中 呼籲案第一案子 讓這案子至少能夠護衛 那我 我知道可能有兩個案子 國民黨看的會很不舒服 第一個特徵組 法案組是法六三條之一 會特徵組 第二個有關於選罷法 選罷法就是當然 降機罷門門檻 比如說各難委條款 可能國民黨 我猜測國民黨可能對這兩個案子 非常有意見 所以 要來跟 你們 你們找黃議長跟蘇議長理論這個事情 當然我加入戰機 剛好我找黃議長加入戰機 當然我們就開始爭辯很厲害 那 那當委員進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我們大家都同樣一個委員 大家基本尊重和法應該要有 兩個艷童都在裡面 口氣也不稀如此 大家會說 大家會說 那我想這個案子 引出一些不愉快 那就過去了 我們今天面對現實 僅限於疫情 我們可以發掉 那 有關於這個 等一下 有關於揮特恩組 以及選擇法 以後再排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也很清楚 今天 今天 假如說談不好 就是用文肚的話 大概搞了一整天 也進行不曉多少 我們只在意 那些婦議案 能夠讓我們在委員會審查而已 所以我們所有動作只怕 說整個議程被 國民黨用文肚的方式 讓整個議程沒有辦法進行 這些招數我們過去都用過 我承認 所以 接下來談到就是說 這件事實上 20個案子 可不可以再變得變去 我很誠實地講 過去我們都做不到 也被反對掉 今天這個可以討論 這個可以討論 沒有問題 可以討論 我想我們還是 還是大家用很平和心情來看待這個事情 我想希望 至少一些基本遊戲規則能夠守住 至於通過什麼政策 什麼法案 本來各黨都要負責 那我希望就是說 今天在我們比較 比較反而氣氛下 大家好好來談 結論就是說 不過是不是 定個時間來看錄影帶 再來看其他的事情 沒有關係 那我們一樣一樣來處理 一樣一樣來面對 那公聽會 那公聽會 我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來共享升級 就是 在這裡 我表示民主進不當的意見 我們 公民黨這邊有沒有什麼要表示 剛才柯總召已經講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今天院會的問題 院會的程序 就是 他把依序僅限拿掉 表示內部19個案子 你們提幾個案子 19個案子 內部是可以調整的 他的順序 可以變更他的調整 這等一下來討論 我們說是可以討論 他是 你是建議這樣 院長我在講 我剛才漏講了一點 還有一個就是 陳秉明委員在這裡 那我跟廖東委員講說 希望這個事情 立法院大家之間 自己衝突 能夠和平落幕 不要互相說 提什麼 基委會 那立法院最嚴重的 有一次 這上一屆有一次 就是為了 這個 這個能不能提案的問題 反面已經曾經 國長 洪秀柱 先退 後來那個事情 大家講一講 我就說算了 那我是覺得 議事長的衝突 以前我們也曾經 有郭文宸從推下來 送住院 什麼都有 聽說你們兩個還有親家 大家講一講 和平來處理 這個 這樣子 這事情 不是我聽說說你們有親家 是這樣 那 我是在先說 這個事情應該和平落幕 就是這樣而已 那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依序 依線 這個把它 這個就 依線依序 就是 內部的是可以調整 這個總召你要注意 是不是這樣 依線依序這個可以調整 那麼 其他的 公平講這邊有沒有什麼 本來那個報告事項就是 竹案竹條 竹條是可以討論的 是可以處理的 那另外就是針對勞基法 柯總召剛才提出是 可以看院10月5號的議事錄 10月5號的會議的議事錄 看院錄影帶 看院錄影帶 然後你們建議是由院這裡來召集公聽會 是這樣子嗎 好來看大家表示意見 院長還有我們各黨團的同仁 剛才柯總長所提的幾個案 我想先講上個禮拜的 這個院會的議事程序問題 那對僅限依序這四個字 我想民主黨願意拿掉 這個也是我們當初要求的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這僅限依序 四個字我們才覺得不妥 而且過去沒有這樣子寫過 過去沒有這樣寫過 過去沒有這樣寫過 沒有沒有 但你讓我講完了 他是有爭議 所以為什麼那天在那邊吵那麼久 所以我們那天其實對民進黨提案的 那個議案內容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是對程序 所以你剛剛提說什麼選霸法 什麼非特徵組合 老實講我們根本內部跟 對那都沒有討論 你要複議去通過造程序 造程序我們都同意 但實際上我們對那個法案內容 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們是對那個程序有意義 因為過去沒有這樣處理的慣例 所以我們才會去問了王院長 請王院長跟我們說明說 以前有僅限依序這樣四個字寫在提案裡面嗎 因為那一旦表決通過了 那有在揮的啦 尊重少數黨的 所以以前像那個台聯提案 院長都是先處理他們的提案 表決一定輸嘛 但起碼他得到了一個表決的機會 那現在不是現在變成說 先白先贏 那就看誰騎得比較早 那我覺得這個在民主程序裡面 在尊重少數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覺得我們需要議長在這部分 能夠給予少數黨一個尊重 讓我們的議案也可以得到表達跟表決 我想這是另外一點我們要提出來的 那此外就是說 這個關於那個議事錄的問題 也就是一粒一修 勞基法修改那個部分 我想我們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說 勘驗錄影錄音 然後如實登載 如實更改登載 這是我們的一個訴求 第二個 整個議事 我們覺得他有嚴重的瑕疵 然後也違反了相關的議事規則 所以我們也要求說 他可以回到委員會來重審 雖然說民進黨這邊可能不認同 也覺得沒有必要 但是我想我們有這樣的訴求 第三點我想剛才柯總長也提到了 就是公聽會這一個部分 那公聽會召開是我們的要求 那時候我們在10月5號的時候 我們也訴求就是先公聽再來審查 那現在如果說 當然這個待會可以討論 是不是回到委員會重審的問題 可能我想會是大家爭執的一個重點 那萬一不能回到委員會重審 那這個公聽會他的決議 他的結論 他的相關的這些建議實質內容 他如何能夠去改變已經出了委員會的 這個法案內容 我想這部分可能也是在未來的程序上面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 所以我想我先就這幾點提出來 你們要補充嗎 玉米要補充一下 謝謝院長 剛剛柯總召講的 我想第一個關於議事規則的部分 我希望今天因為各黨團都在 我們以後就確立這樣的一個議事規則 因為按照我們整個議事規則 17條24條 的確在報告事項後 討論事項前 是可以提變更的 是可以提變更的 這個是語法有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到這樣的一個議事規則 還有過去 王院長他主持議事 尊重在野少數這樣的一個管理 這是為了未來大家朝野和諧 我想剛剛柯總召一開始也講 這個是可以討論 那我希望今天就確立這樣的原則 我不希望未來大家其實是在議場門口 一下子6點一下子5點4點 那變成這個只要多數黨能夠找起贏者權 就是排在第一名 去然後 不是多數黨找起然後就贏者權 這完全讓少數黨壓縮了少數黨的空間 我覺得也不必要 因為再怎麼表決都多數黨贏 那至少這個表決的機會 提案的機會不要封殺 我想如果今天我們的朝野協商 大家好好坐下來談 能建立起這樣的意識 回到意識規則 然後建立起這樣的慣例 以後不要在這個點上爭吵 我覺得是一大進步 然後也希望這個蘇院長 就是說未來是以尊重少數 讓少數黨的這個案子就先表決 反正怎麼表決多數黨都贏啊 給我們這個在野黨一個空間 我希望這一點可以很明確 在待會大家各黨團協商的時候 這個規則可以確立 那另外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關於公聽會的召開 我提醒大家現在還有公鬥團體 他們在立法院正大門門口在絕食 大概快撐不下去了 那我覺得站在立法院 我們是國會 然後是傾聽民意的地方 我認為要召開公聽會 也應該要邀這些團體 讓他們有機會表達 不是國會議員 對國會議員之間的這種論述 應該公聽會 我們過去在立法院 召開公聽會 最大的精神是 我們是傾聽社會各界的意見跟聲音 包括這一些學生代表們 還有這些公鬥成員們 我具體的主張 應該是要邀請他們 來出席公聽會 因為他們過去 都一直用抗爭的手法 無論是到民進黨黨部 或者是之前 還到柯總召辦公室 現在又坐在立法院門口 他要的是一個機會 可以對話的機會 那我認為 我們如果召開公聽會 他們是必要的成員 不是只有僅止於國會議員 我這一個具體的建議 也請大家參考 謝謝 好 郭先生 謝謝 讓時代力量 每次坐在這邊討論事情 我們都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 希望可以解決問題 我相信這樣子講 院長應該也可以同意 我很少用什麼情緒性的字眼 或者是在算以前的舊帳 因為這不是今天大家坐在這邊的目的 我以下的發言 還是遵循這個方向 我不要再去扯以前的事情 因為再去扯以前的事情 我想充滿了情緒 情緒性的字眼跟一些形容詞 對問題的解決 一點幫助都沒有 第二個部分是 針對於有關在議事議程討論草案 到底要如何討論的事項 這件事情 不管是按照早晚 或者是多數黨 有那個雅量 要理量少數黨先 時代力量都沒有意見 把規則講清楚就好了 如果是真的要用排隊字來處理的話 我想今天幾點可以開始排隊 可能也把它講得清楚 大家如果要比早 也有一個比早的起點 這樣子可能遊戲規則會更清楚 任何的遊戲規則 只要是公平的 時代力量都會接受 第二個部分是 針對於有關上一次 10月5號 衛環委員會 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會議 是不是有重大明顯的瑕疵 是不是有效 議事錄記載 是不是死或不死的問題 我先說明 就是說 針對要勘驗 錄音錄影這件事情 時代力量是同意的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 我上一次也已經表達過了 即使不勘驗錄音錄影 時代力量的立場是 按照衛環委員會 針對10月5號那一天上面 所做的逐字稿 雖然裡面 我們的主張是有不實的部分 但是即使是按它本身的內容 都已經足以印證 那一天的會議有重大明顯的瑕疵 具體的講 就是陳曼利委員 他的提案二 主席根本沒有宣告過 在沒有宣告的情況之下 自然就不會有什麼通過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不用講太多了 我們到時候回到程序 去處理的時候 再來解決 那但是你要去處理 10月5號那一天會議 有效無效的問題 回到衛環委員會裡面去解決 這件事情 時代力量的立場是贊成的 是贊成的 但是如果要回到衛環委員會去解決 10月5號那一天會議 有效無效的問題的話 我還是希望 針對10月5號那一天會議 有效無效 時代力量用黨團的名義 所提出來的程序提案 到底要怎麼解決 可能今天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我自己的法律見解 雖然與會議其他人有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一直很清楚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的解釋 是明確的 不管是處法律別有規定以外 或者是得 那個是授權規定 大概是法學方法論的ABC 我想我就不用再重新複數了 那但是我再重申 以前什麼事情 我都不想再去扯了 今天看可以把遊戲規則弄清楚 那我覺得處理時代力量 所提出來的程序動力 承認我們用黨團的方式 所提出來的程序動力 你回到外含委員會去解決 這個程序事項上面的增值 時代力量是同意的 那第二個部分 我先不預設 我先不預設 那樣子的一個程序處理的結果 當然從我們的立場來講 是應該要回到委員會裡面去進行實質的審查 召開公聽會 但是我現在發言 我先不預設 處理的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公聽會的召開是必要的 公聽會的召開是必要的 不管是在委員會 還是基於種種的因素的考慮 沒有回到委員會處理 要到院的層次來處理 假設是在院的程序處理的話 那我們要處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何把這個公聽會的實質內容 反映成在立法院裡面 官方文書能夠正式記載 而且具有效力的公聽會 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公聽會的召開 按照我個人的理解 這個是在委員會的層次在處理的 沒有在院會的層次處理的 當然我的理解如果有錯誤的話 等一下也有歡迎其他與會的先進 或是議事人員來糾正 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公聽會進行的實質 所謂公聽會進行的實質 指的是說 因為假設不是在委員會處理 而是出來處理的話 在委員會裡面 我們漏掉了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那個重要的程序 就是行政部門的尋答 行政部門的尋答 就是說 今天行政部門對勞動基準法 有他們修正的立場 這個我們尊重 但是行政部門對於他們所提出來的立場 以及背後所支撐的理性基礎 它的事實基礎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要弄得很清楚 因此我會希望 這也是時代力大的立場 就公聽會的舉行能夠參照 當初我們在進行福茂公聽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進行的方式 所以福茂公聽會進行的方式 那個有行政部門 他要把資料整理好 準備好 邀請來的與會 不管是學者專家 還是公民團體 可以發表他們的看法 可以同時對行政部門 他們所提出來的資料 來進行檢證 來進行詢問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公聽會的舉行 它才有實質的意義 這也是過去 不管是公民團體 那甚至我們在高舉國會改革的大起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 立法院公聽會 進行實質上面 就是說 進行公聽會上面的程序 可能是應該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處理 會比較好 來一下 謝謝 謝謝 來 洪君 我看是這樣子 大概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勘驗的問題 我想大概勘驗上面 從這樣聽下來 好像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 那沒有意見的話 其實在勘驗的程序上 是如何來做他的勘驗的 我想這個可以先從這個第一點去突破 那勘驗這個問題才能夠出來的結果 才能夠決定 要不要再回委員會 不回委員會 所以回委員會 不回委員會 那是第二階段的事情 那我建議院長 我們應該第一個先處理勘驗的事情 這個先把它解決掉 勘驗的問題解決了以後 覺得他的程序是不符的 那當然就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勘驗的結果 那大家覺得OK的 那就不需要退回程序委員會 所以程序委員會那是第二層次的 應該是先把勘驗 魏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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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勘驗如何來做 我覺得我們先把它定調下來 這樣才做得了事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公聽會 其實本來就有它的法律依據在 那 公聽會怎麼召開 因為這個是有這麼樣大的爭議 就成如剛剛柯總召所提的 其實由院長來主持 或者是各黨的黨邊共同來主持 我覺得應該至少要跨越這個方向 這個公聽會各黨大家才不會再有爭議 誰來主持這個公聽會 我建議是兩個方向 那大家大家來討論 第一個是院長來主持 還是各黨的黨邊共同主持 這個公聽會 那至於要邀請誰來 我想各黨就有名額了 用各黨的他的編制 他的負責的名額 邀請的他的學者 推薦的學者專家來 那至於公民團體 我覺得也應該是可以邀 可是要限制一下他的名額在 代表性的名額在 不然全部的公民團體擠進公聽會 公聽會開不成的 我們這也是事實論事來談 那就是用這種 包括我們如何來 來用各黨 然後來推薦學者專家 或者是公民團體 然後把名額大家各黨限制住 那公聽會才開得成 這個結論才會出 如果要解決事情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要照這個方向來做 會比較來得紮實一點 再這樣好不好 我請議事處針對公聽會的法律效率 過去到現在到底怎麼舉辦 跟大家先做個說明 也比較有助於大家的思考 好 意思處針對公聽會的 那OK了 那個 柯總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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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少數 他們是希望 來 你先說 你先說 OK 為什麼要先排隊先遞見 因為在立法案裡面也搞過這一套 我們也搞過台人也搞過 我們也搞過 台人也搞過 弄很多案子去表決 那個 那個 所有事情 只要經過草委學商 說 以前我先教他學商 王議員就說 好 今天這個 討論事項 有幾個 幾個先表決 提案也先表決 那當然 我們表決一定輸 也有國民黨也要先表決 我們也會贏的 比如說我們 核四 廢止核四 要表決就輸 就要嚇壞了 這 都是在做政治的 政治的 意向表達而已 他們不影響 整個議場的進行 那都是大家說好的 你都要說不好 只要說 大家 為了阻止議場 這個 這個進行 所以才會有很多案子 一直表決 讓案子不能進行 那這個開始 是 民進黨所創的 後來台南也寫 李梅也寫了 包括在 在臨時會的時候 你也弄 這個 這個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的案子 弄很多 這是一個 文度的方式 我比較驚訝說 理方也應該建議 大家都可以談 因為 真的有衝突也不多 衝突到最後 你看以前 我們早出的時候 最後 無法改管 我們還是面對 表決輸就算了 最典型公投法 很多很 包括 NCC組織法 有表述我們自己試 結果 結果是 違憲 這個 都是這樣 都有在走 所以說 假如大家都會說 當中這幾個 最標準 怎麼會有問題 可是 怕你們要出怪招 因為 那些站要走到 當中 沒辦法走 沒辦法走 所以 沒辦法 這沒有辦法 我們是執政黨 我們為了意思的 唱出 為了法案 能夠進行 我們有責任 要想 衝擊一些可能 來有一點秩序的感覺 這是這樣的 所以不是說 成敗成贏 這都很辛苦 這大家都擺 擺 最好擺 就是財政委員會 早上大家也擺 擺 所以說 凡是 大家怎麼會說的 幾條最標課 我都沒意見 但是 如果我們出怪招 對不起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反制 不過我說 因為 你看這幾次都不能進行 這是我們的 之苦 之痛 我們在執政沒有辦法 我要負責這個事情 這個是前提是在這裡 然後 然後 會說 這幾條先表態一下 無所謂的 沒有 你如果出怪招 大家一定要防制 對不對 那這個 我先說了 沒關係 所以現在 勘驗 張警方勘驗如此 但是 你不要有前提說 我剛剛聽了一句話 一定要重審 大家沒有什麼好搞 談不下去了吧 我剛剛跟他們講的多次說 先看才說不太緊 對不對 勘驗的結論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現在不算假設 因為勘驗一定要 勘驗要重審 重審 這個不通 這點 先勘驗來說 我沒有意見 至於公經會 要叫什麼 我都沒有意見 提供什麼 大家講好就好 那多少人 我都什麼團體 我都沒有意見 這是有關於 剛剛江啟臣講的 那我跟妳講的也差不多 如何尊重少數 我們 我講一個原則 原則 過去王院長組織的時候 所 用窮盡所有意識規則 所做的任何行為 我們都可以認賬 今天叫往前 往前一步的話 謹縣依序 我可以拿掉 因為其實就是謹縣 就是這張單子 只有22人 這是 依序 你們真是應該是依序 其實 以前都有謹縣 你們都忘記了 發追劫都有 你現在持官才發現 我也不方便再報你知道 所以說 這幾個案 二十要來變 結局都不行 我們可以討論 這個我剛才 我要說服我們黨長說 你也算了 我們因為意識合結 可以走就好 不要太離譜了 拜託 太離譜了說 以後意識規則都會去重新 這是有關於 那實在一樣所談的 我想大家都一樣 當然 對於 這個 醫師規則59條問題 上次在這裡也爭辯過 已經在這裡爭辯過 得了問題 就是有關於公聽會內容有效力 公聽會到底有沒有效力 公聽會不是說 我們委員會 因為必須要有公聽會的程序 是 現在我們在 在國會改革裡面有 談到聽證權的問題 包括聽證權的問題 那個 有待後來的改革 那怎麼來訂都沒問題 實質內容 但是公聽會叫行政部門來 來說明 那都可以 都是沒問題 那些 包括你要執行行政部門怎麼樣 能夠講得越清楚越好 那各黨代表 所有人 去大家去 論述自己的核心價值 以及火藥內容 我都贊成了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我看大家應該差異度也不大了 是不是院長 我做如上的補充 公聽會的法律相關的一個依據 那是不是請 來 告復密 那個沒有 那個 院長 等一下 先讓他講完 等一下 剛才柯總長所提 欸總長你要走 你怎麼單彎公所 你怎麼聽人家說 你怎麼沒說 好來 那個 剛剛柯總長所提的 就是說 怪招這個 我覺得 意識工房就意識工房 不要用怪招來形容 我上次也提過 我們今天談意識規則跟意識工房 這是兩回事 意識工房是政黨自己的選擇 那通常政黨在國會裡面 要採取相關的意識工房 一定有他不得不作為的這些地方跟理由 那這是在意識裡面很正常的過程 美國的這些國會 Felibuster也不是沒有 都有 倒是說 這個過程完之後 怎麼樣 處理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議長存在的一個目的 所以 為什麼會有 會在工房的之後 通常也會協商 也會處理 它不會無限制 我想各個政黨 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大家都有壓力 大家都有一定的壓力 大家也需要一定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是說民進黨執政 或者不執政的問題而已 還是說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這些事務好像我們也沒有提出來說 你們用怪招什麼 我們就禁止你 然後就去修改這相關的意識慣例 我們不會這樣 過去國民黨執政也沒有這樣 那現在民進黨執政 那你的啞量也應該拿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這部分 議事工房應該回歸到各自政黨的選擇 你自己選擇 你自己要打 今天在野黨如果真的要杯葛 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處理 民眾看不下去 民眾也會懲罰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柯總長知道是多慮的 倒是說 尊重少數這件事情 是議長可以做的 這個部分也是議長的職權 那議長只要跟大家講好 到時候是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如果今天議長覺得說 就叫白堆 那我們也只能彼此摸著叫白堆 那議長如果覺得說 尊重少數 可以優先先處理少數 讓他們表達 那也是一種方式 好 這個照議事規則是先遞案先表決 照議事規則 這個議事規則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有學商尊重少數 這個也是民主的風範 就是說大家黨團之間覺得 讓少數的聲音也可以有一個適度的表達 大家都沒有意見 我當然接受啊 我更喜歡這個樣子 但是照議事規則 別忘了喔 議事規則是先遞案先表決 你看我們 我講一下 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 這是付為表例 工房是在議事規則裡面工房 這個大家各民請本事 我想這一套我在這裡認了18三五一 你都很清楚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你們很多部分實在是 不應該這樣處理 而且不能讓你們這樣處理 其實院長也寬容了 你們上個會期 不是提國營事業預算 你們提自己的案自己反對 這個在議事規則上是不可以的 這是已經 這是不可以的 我們要贊成你們自己要去反對 你說要拖延時間嗎 所以那個議事規則上面 要講清楚 要講清楚 當然 所謂尊重少數 我是少數長持生的 我更懂得尊重少數 則國會改革 這個無法從1990年 開始 現在所有的改革 我們都參與過 1990年 就開始了 所以民進黨 我一直講說 我們現在好不容易 有變成過半 我們懂得如何以大事小 因為不懂得尊重裡面 不懂得跟你好好協商 吃虧的是我們 這個朝衛 對立惡鬥 是我在這裡 這麼多年來 我所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 一定還在當中 但是大家要說 要說 要說才可以 要說大家也OK 但是你偷離偷鬼的時候 所以說 怎麼隨先表決 你碰到 宴會的時候 要表決法案 以及你本案最遠的 開始表決 這是一種 或是說隨先遞 隨先遞案先開始表決 這兩種選擇方式 所以我們 沒有 我們先提出來就是 誰先遞案 誰先表決 以後到時候 因為說 表決的事項都是這樣 否案的表決的事項都是這樣 如此 這是在里幻行之多年了 可能 大家對於 最近開始 沒有在 很多案子 沒有說很多案子 在里幻表決 一定是哪一個案子 原來的案子最遠先表決 也有採取 要先提案 先表決 所以這個是意思規則犯人類 那先講 再思考一下 到底有沒有法律的效率 部會要不要 可不可以出來備詢 那公聽會是委員會再辦 還是院會還是怎麼樣 報告 我們公聽會 事實上是在88年 立法院執行行事法定的時候 在第9章 有一個委員會 公聽會之舉行 那他的第54條 基本上的原則是說 各委會審查 院會交互的議案 那必要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舉行公聽會 所以是先有 院會交互議案 然後他去舉行公聽會 所以他基本上是委員會 在舉行公聽會 那第59條裡面規定 就是說公聽會的報告 是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的參考 所以基本上 院會是不 不辦理公聽會的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曾經在94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為了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要立法 那對於就是說那個組織 然後那個 那個當時院會也曾經 就是有過一些爭議 但是後來的協調的結果是 由王院長邀請一些媒體 那在就是在我們請願接待室 開了一個座談會 那時候各黨的代表也有參加 那這個所以他當時是 94年10月21號禮拜五 當天院會同時舉行 然後這個座談會也同時在舉行 那所以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院會是沒有舉行公聽會的 這個例子 但是這一次如果大家 這個基本上大家都朝向說 可能請院長來主持這一次的公聽會 或者是由四個黨團的黨編來主持 我們認為是可以去處理的 那第二個部分要說明的是說 如果剛剛因為剛剛有在提說 那這個效力怎麼樣 那這個錄音錄影等等之類的 如果各黨團同意 那我們也認為就是說 那可能就是大家在協商結論裡面把它寫明 這一次的公聽會 那就錄音錄影 同時所有的紀錄我們就列入公報紀錄 然後至於就是說派 就是指 因為我們也考慮過就是說 社會團體 它這一次也可能有比較具體意見的這些團體 怎麼樣來邀請 那可能是在那個名額裡面來定 這個各黨團推薦的名額 包括委員的那個推薦的委員 那本身到底要多少人或者是那個比例 等一下大家可以來思考 所以就這個部分公聽會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第一個院會是沒有舉行公聽會的 但是如果大家協商同意 不管是由院長來主持或者是市長黨編來主持這個公聽會 我們覺得那個內容或者那個處理的方式 那可以列入紀錄以後 讓大家來這個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考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可行的 這是有關公聽會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我要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第八屆第九屆 因為我們第九屆除了今天這一次的院會 已經是第二次用草案送到院會來 那我要說明一下就是過去的這個實況 那這個我們有把第八屆的整個這個 所有的提案 所有的處理方式 有一些數據的統計 那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報告 我要向各位委員說明的是 第一個 按照我們議事規則的第十六條跟第十七條 第十六條規定 我們院會的議事日程是由秘書長編理 程序文會審定 所以其實我們的議事日程應該是程序文會 本身要審定 可是就從第八屆開始 因為當時的台聯 然後民進黨 就是說開始因為有一些訴求 所以就把議事日程不審定 然後所以第八屆就衍生來 這裡面統計表裡面的很多次的院會 都是議事日程草案送到院會來 所以就衍生說好我們要去確認那個議事日程 才會有衍生這後續的這些程序的問題 第一個細節要說明的是說 那個表決的順序 如果我們按照一般的程序是先提案先表決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剛剛有委員垂詢到說 如果這樣排隊時間是多少 什麼時間 以院會來講是 院會議場的門是七點開門 當然就是所謂委員 可是是九點收案 當然這個部分大家是可以討論的 那就是九點收案 那是按照二月的宣布 可是第八屆的時候 當時的台聯民進黨甚至親民黨 都很有爭執說 反正國民黨的提案是會過的 所以是不是讓小黨的所有的提案都能夠 所以大部分全部都是有協商 有時候是民進黨的先表決 有的時候甚至親民黨的先表決 台聯的先表決 或者是台聯跟民進黨也有共同提案先表決 所以是在這樣子 但是我這裡要報告一點就是說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 我們最右邊有一欄合計 因為我們在確認議事日程的時候 會確認報告事項跟討論事項 那報告事項原則上 大家每一個黨團最多就是提一張單子 原因是因為它有一些先前準備的工作 它必須有意識處的出你的意見 那如果那個工作沒有完成的話 這一張單子是出不來的 所以各黨團基本上報告事項都最多只有一案 這個就比較單純 那討論事項 當時的這個民進黨或者是台聯 他們通常會一個案子一個案子提 可是我們要看一下討論事項 從第八屆第一會期的第七次 這樣一錄下來討論事項的案子 都只在十幾案而已 換句話說我們表決的次數 以整個總數來講最多是二十幾 然後通常是在個位數或者是二十以下 所以如果這一點大家就說可以 因為我們在講說過去的遊戲規則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這些事實要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邊我補充一下 為什麼表面上看到的這個案子這麼少 我想柯總長應該很清楚 過去台聯會提這個兩三百案的時候 網院長會喊協商 因為他有一個主要的他要的訴求 所以通常為什麼那些案子沒有經過實質的表決 是因為前面的協商有先去聽到 在野黨到底他的訴求是什麼 而這當中可能有了一些的彼此的退讓跟妥協 所以才沒有看到實質發動這麼冗長的一個表決 所以我覺得這個負面 你在報告這個的時候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這也是剛剛柯總召講的 有些事情可商量可講的時候 當然在野黨沒有每一次都要去發動這樣的一個程序的杯葛 但是如果什麼空間都沒有的時候 在野黨能怎麼辦呢 所有的意識工坊他能用盡實盡的力氣 他都要用上 這個蔡英文主席 他民進黨在野黨的時候就說 作為在野黨 我們要立抗 立黨法案 要立抗法案 立黨法案 他覺得就是在野黨工具很少 多數黨的力量很強大 所以他當然是窮盡一切的方法 他要表達他的訴求 所以那個前提要先講清楚 不是只有講這個表面的數據 這個不是全貌 我必須先補充這一點 我要報告 幾百案那是在後頭 我們現在講的是在確認議事日程這一塊程序 基本上這個是我們統計出來的數據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最多到二十幾案 那理論上就是說 這個大概表決一個多小時 我想這個是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實況 那第二部分 現在在爭執的就是說 我已經是確認議事日程了 那後面還可不可以按照我們第十七條來變更議程 這裡面涉及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確認議事日程這個動作本身是 會議規範第八十二條 第十三款裡面所講的 預定議事日程的動議的表決 這個是不能複議的 第二個就是說 會涉及到我們議事規則第十條裡面 一事不在意的問題 換句話就是說 比如說我既然在議事日程確認這件事情上面 我已經做了一個表決的結果 然後你後面再來變更議程 所以這個理論上是有一點矛盾 那所以在整個第八屆的實務上面 我要報告一點就是說 第八屆第一會期的第七次 各位看一下這個 101年的4月13號 那一次總共有三個案子 是在原來確認議事日程裡面來變更順序的 一個是瘦肉經 一個是要請總統來國經報告 那就是說在這樣一些情況裡面 三個案子 但是那是有協商 大家同意說 那個就來表決 所以那是有協商 但 所以 然後第二次是 第八屆第五會期 第十一次會議 那個是 確認議事日程以後 又要正列四項進來 那一次是為了花東建設條例 花東建設條例 他希望抽出進附二度 然後所以後來 民進黨也提了十二個 進附二度的案子 就一起表決 總共就是這兩次 但是這兩次都有協商 我要說明的是什麼 換句話講說 我們可能還要確認一件事情說 確認議事日程以後 能不能再變更議程 因為這個如果今天大家要談議事規 那個會議 遊戲規則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點 就都必須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所以目前就是 實際上的情況是這樣 那最後一點 我要報告一點就是 我們現在當然在爭執說 在委員會裡面黨團到底可不可以提案 那當然黃委員的意見就是說 那個第五十九的要非常明顯 那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一個委員會裡面 完全沒有這個黨團的委員 那你說這個黨團可以提案 它的代表性 這個基本上論理上是有點問題 那第二部分我要報告的是說 黨團在國會制度裡面 這個在世界各國都一樣 就是說它當然會有一個門檻 那第二個就是說 黨團也會有所謂的多數黨少數黨 或者是我們這裡面所謂的少數黨是 不足八個委員會 以我們常設委員會 不足八個委員會 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換句話講就是說 我們在制度上是不是要讓 沒有代表 就是委員的那個 他要黨團提案 那那個黨團提案 如果沒有其他黨團的委員來支持 那那個怎麼樣來辯論 怎麼樣表達意見 怎麼樣來表決 這個可能是後續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要說明的是 這所有的規則 或者怎麼樣去適用 是所有委員來決定 如果大家認為說 我在委員會大家承認黨團提案 那那個 至於後面的操作 你就打算 如果其他委員都不支持 那就都不支持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們 但是我要把這個 當時為什麼沒有 就是大家傾向於 沒有讓在委員會接受黨團提案 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們八個委員其實是統一的 那只有內政委員會 在這一屆的時候 他因為有一個個案 那當然他有背景 我要說明的是這個事實 以上報告 剛剛兩件事情 說明時代力量的立場 跟理論的依據 先從後面那件事情來講 立法院議事規則59條的規定 我再重申 規定得非常清楚了 剛剛副秘書長 他似乎的意思是說 從整個規範的意思來看 如果你在該委員會沒有委員的話 你黨團提案這個案子要怎麼顧 他的說法是這樣 我應該沒有記錯 但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我們現在用黨團的名義 直接進行法律的提案的時候 沒有確保那個法律案所分到的那個委員會 一定會有該黨團委員在 譬如說 之前不管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促轉條例 公民投票法 選舉罷免法 實在力量黨團都有提案 到時候分到審議的時候 是分到哪一個委員會 分到內政委員會 實在力量黨團在內政委員會有委員嗎 也沒有委員 但是我們的提案還是被討論 甚至被採納 那怎麼做的 我們人少沒關係 我們就比較困難的 我拼到那個委員會裡面參與討論 有道理的 那個委員會的委員有啞亮 他就接受了 如果沒有道理的 或者是說 用比較多數表決的方式不採納 那就不採納 那這個跟這個黨團在該委員會 有沒有人 到底有什麼關係 如果真的如同副秘書長 剛剛所講的那種狀況的話 那以後你是不是要限制 我這個黨團 從一開始提一個法律案 我還要確保 我分到那個委員會裡面 一定有該黨團的成員 要不然你不難提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解釋方法 對不起啊 我聽不懂啊 現實上面的運作是 分到該黨團的時候 分到該委員會的時候 有委員我們就雇 沒委員我還是派人去雇 是列席沒有錯 但是列席可以參與討論啊 最後表決 我還是尊重該委員會的委員啊 第二個部分 這個話我今天一定要講清楚 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不讓黨團 在委員會裡面去提案 我必須要講啦 在程序上面的工房 可能是對於大黨 會比較有利 譬如說 這一次未還委員會的爭議 你不讓我程序提案 對大黨會比較有利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 你不讓我在委員會裡面提案 那你就是逼著我所有的案子 到院會的時候再提 那大家冷靜想一想 真的對於意識的效率性 跟專業性的討論會比較好嗎 現在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馬上就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了喔 你不讓我在委員會裡面提案 然後我們去找其他黨的提案 還要被吃豆腐 我想吃豆腐的狀況啦 在媒體上面 看大家各式各樣的放話 其實就看得出來了啦 那你就是逼我什麼 你在逼我就是在委員會裡面 全面棄手 我到院會裡面去提 大家冷靜想一想 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當然時代力量 我們對於現在的意識規則 參照過去以前的運作 包括過去的爭議 我們是很誠懇的 就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那些講來講去情緒的話 我覺得都放在旁邊啦 未來怎麼運作這件事情 是比較重要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要請教一下 剛剛那個副秘書長所講的 就是說 剛剛副秘書長的意思似乎是說 按照第18條的規定 在確認完 第17條 在確認完議事錄以後 事實上是不可以變更 那個議程的順序 如果要變更的話 以前的實力 有先經過黨團協商 那我的問題是說 如果確認議事日程以後 不能夠變更的話 那第17條到底是在處理什麼問題啊 我對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太大的堅持啊 我純粹是依法論法 就是你說確認完了以後 確認完議事日程以後 不能夠去變更它的內容 那我就看不懂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17條 是在規定什麼 他就一定是預設說 你議事日程定了以後 未來還有變動的可能性 所以才會規定第17條嘛 那如果沒有變動的可能性的話 我就看不出來 第17條到底在處理什麼問題 我可能報告一下 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的制度就是16、17是一起的啦 那16是說秘書長編你議事日程 然後程序文會就審定了 院會基本上是沒有去確認那個議事日程 就是照程序文會審定的議事日程來做 所以會有第17條 那個院會可以做什麼 可以變更議程 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是程序文會沒有審定 由院會就那個事項已經表決了 那你在這個表決之後 那再來變更議程 好那就這個 當然如果大家認為就是說 這次兩件事情都可以做 那我們當然這個是大家可以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 一個是程序委員會排定的議程 那院會是可以變更 但是如果是草案院會通過的議程 沒有院會再推翻自己的議程啦 這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對 針對這個部分我希望議事處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如果按照邏輯上來講 程序委員會也是在定院會的議程對不對 對 那一樣是一個定 也很有可能是在程序委員會發動表決才定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情況 他主體不一樣 主體不一樣 這是 你那有一樣啊 你要是對正在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的定啊 什麼主體不一樣 哪個主體不一樣 如果表決怎麼那是在程序委員會去表決 哪個主體不一樣啊 所以不是院會表決 哪個主體不一樣你說清楚 就是您剛剛講的是說 可能在程序委員會有表決啊 或什麼 可是那不是院會的表決 那是真的報告事項討論事項哪一案要定案啊 可是那不是院會的表決 那不是院會的表決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按照道語來講 是不是同樣都在處理報告事項跟討論事項 是或不是 但是院會是最終的 是嘛 對不對 這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請先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就程序的處理 我今天程序委員會在處理的是什麼 是報告事項跟討論事項的定案 是不是 是嘛 主體是一樣的嘛 今天程序委員會沒有處理的 我拉到院會來 我前面一樣在處理程序啊 是因為程序委員會沒有處理我才在院會 我前面先處理程序嘛 我在處理的主體是什麼 一樣是報告事項跟討論事項嘛 是不是 是啊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道理說 今天我在程序委員會 我定案的 不管我是透過表決定案還是共識定案的 我今天定案了之後我到院會 我就允許在討論事項 還可以再變更 但是我如果拉到院會 因為我程序委員會沒有處理 我在院會只是因為我前面也先處理了程序 把報告事項討論事項定案完之後 為什麼到後面的討論事項我不可以變更 這個邏輯永遠都不通啊 因為你處理的主體都是一樣的啊 只差在我在程序委員會有沒有定案而已啊 如果你的邏輯說是不准變更 那麻煩修改意識規則17條 報告事項之後 討論事項之前不得變更 任何情況底下都不得變更 而不是以程序委員會有沒有定案 作為討論的依據 我覺得這件事情意識人員恐怕都還搞不清楚 也沒有搞清楚 按照邏輯上我這樣講大家聽懂了嗎 如果我們處理的主體都是報告事項 跟討論事項有沒有定案的問題 就不會有意識人員的這種荒謬的解釋 這是完全聽不進去的啊 那而且這一個規定是誰說的 是在議事規則哪一條 寫說只要程序委員會定案之後 到了院會討論事項是可變更的 只要程序委員會沒有定案的 到了院會之後討論事項就不得變更 這不是表決過不能表決 那程序委員會一樣會發動表決啊 因為很簡單啊 我覺得大家的邏輯沒有弄懂啦 邏輯大家很清楚啦 我解釋給王委員聽一下 你程序 但是你代表性不一樣啊 就是你委員會 為什麼委員會處理完之後 院會還要處理 因為委員會的委員就是少數嘛 所以程序委員會討論過了 當然院會是最終可不可以變更嘛 但是你委員會已經表決過的案子 因為你程序委員不處理 到院會表決過的案子 表示是大院大家都同意的 那大院大家同意的時候 再表決一次這個就很怪嘛 再變更就很怪嘛 那個是不同的 副院長這個邏輯上更不同 程序委員會 為什麼要組程序委員會 是授權給程序委員會 來處理院會的程序事項嘛 那組院會一樣的道理嘛 那組院會是一樣的道理嘛 不是嗎 如果這樣子 程序委員會的功能就沒有啊 那什麼都拿到大院來表決就好啦 不通啊 程序委員會組成的目的是什麼 是在訂院會的討論的事項 對不對 他是在訂院會的討論事項啊 所以他是被授權的啊 那怎麼會 這邊定案他才可以變呢 有人說一下好不好 程序委員會齁 就是捷運程序 過去程序委員會變太商院會 因為怎麼國民人多嘛 我們在程序委員會 地案全部被拆担出來 全部不能列案啦 這是一個問題 後來 後來改了怎麼 那就不確定 才有不確定 不確定的時候到院會來確定 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況 但是我們這一屆 我們人多 我們程序委員都不擋 都不擋了 包括院會裡面 包括是這樣的 裡面給的還可以給 大部分我們都是這樣 不擋你們 因為我們過去吃這個苦 也就是說 現在是兩種 其中程序委員會確定 確定當然是院會 院會最最大嘛 他說院會可以再確定一次 確定文明 那再確定就沒有這個事情嘛 那現在另外一種情形是 程序委員會沒有 以前是程序委員會 太商委 在那時候確定生事 我們在程序委員會上 所有想排案子全部退 退一百多次 不用擋產床退幾百 就是這樣啦 還去實現過了 所以 我們要講 有兩種不一樣的情形 一種是程序委員已經定了 定了到院會 當時不能再變嘛 對不對 變了就不能再變了 一種是程序委員不定 當然是院會定了 定了 定了 再變就不可能 一次不二一了嘛 至於黃幫幫委員所談的那些問題 我們現在 有七條問題 因為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 在2008那一次 我們只有27個人 他們計畫說 八個委員會 我們五個委員會 只有三個人 所以五四條規定 五分之一 而且要有三個人以上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 炒得很厲害 剛剛發生 國民黨抗爭 發生 管閉營 去 黃教授先出被人家 所以後來大家協商 協商以後 五十七條五條一起看待 五十七條後來 最後一次修正是什麼 就是 2008年那一次 12月26號 把後面那個三個人以上 發掉 所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黨談能不能提案 那個是五十七條是德 這個 這個那時候 我們炒得非常厲害 因為那個德與不德的問題 這個很簡單 AVC嘛 把德發掉 什麼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 這個問題隱身 後來 因為五十九條的話 隱身非常多的問題出來 這炒過很多次 所以除非說 你再提 修五十九條 把德發掉 這個就解決了嘛 另外就是說 黨談連署了 像他跟 這樣炒得這麼厲害 後來寫成黃制法 我記得說 黃教授提案 我們兩個人幫他連署 由美里和周春敏 少一個人幫他連署 連署以後再討論嘛 包括他不讓黨產條例的時候 那樣的提案 他們人不過 都是我們幫他處理的 也接受他們的危險 這就是 一天的兩個人 連署而已嘛 因為你假如說 這個事情 這個過去到現在 都是 唯一一次打破 就是這樣而已 那正於因為 那是用 因為都可以提案嘛 因為都可以提案 當然是因為 誰要提什麼 黨團都可以提案嘛 這個問題是炒過 不是沒有炒過 而且發生嚴重的衝突 所以 除非 我認為 這個法律很清楚 因為德不是因嘛 大家很清楚 為什麼這個還有爭辯的遺地呢 你只會把德化掉嘛 就是這樣如此嘛 我還是要發言 因為 我們要把我們的立場 講很清楚 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所有爭議 不論是賴清德 委員 那時候的委員賴清德 還是管碧林 還是那時候柯總召 或柯總召 帶著這個 蔡英文主席 那時候 不 我等一下講完 講完齁 跟王院長見面 那時候所談的 全部都是59條 關於黨團 有提案權 那時候沒有談到所謂 3加1改成2加1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要釐清 我把所有資料調出來看 沒有所謂 我把它講完嘛 我把它講完 所以所有訴求 全部都是59條 的問題 沒有所謂3加1改2加1 那是後來 的這個 處理的方法 所以我要談 當時 民進黨黨團的立場 還有我們這些領導 政治人物的立場是怎樣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立場 應該到這個時候 還是要一致 那至於59條 這個德 怎麼討論 我想黃國昌很多論述 也不要再談了 因為要談這個授權的問題 那剛才副秘書長 我是建議不要 隨便發明名詞 說什麼 沒有8個人 沒有8個人 每個委員會不能有人 就是叫少數黨 那其他 超過8個人都叫多數黨 這個不要 我們意思規則裡面 也沒有這個定義 那裡面又談到說 那是因為你如果委員會 你沒人怎麼提案 那我問那是不是委員會 裡面有人就可以 提黨團提案嗎 按照你這個邏輯 那我們認為說 你還是要回歸59條 那不過當然 我們把我們的意見立場 講出來 那過去的歷史是怎樣 我們這樣看 那剛才黃國昌也有談 怎樣是增進意識效率 你真的要讓黨團 都到院會裡面去提案 不要在委員會裡面處理 這個到底哪一個比較 到底哪一個是比較有效率 我們談的是客觀的 大家的評估 所以法案是怎樣 條文是怎樣 過去2008年在增的是什麼內容 標地物是什麼 然後哪一個是比較有效的處理方式 我們都提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立場 好我講一下 我沒有要跟你在吵這個事情 我只是說我們還是要把事情講清楚 2008年炒的時候 就是後來去處理 沒有後來就處理 去改57條 59條從1998年 99年到現在都沒有修 所以那個德是很清楚的 所以才有成績邁委員 唯一一次 正就是大家同意裁收 當裡面輸 這個法律 基本上 任何一個立場委員都知道 在生活案子 德和因差很多 所以這個德和因是不一樣 我講過要有意見就去把德化掉 就是修法 但是過去我們應該一直炒炒沒有成功 只有去修復四條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這個 來 剛剛大家在講的 就是說 程序文會 以程序文會有沒有定案 作為可不可以 討論事項變更的一個基礎 我請議事人員再解釋 按照17條跟24條 請問有哪一條的規定 是以這個原則為基礎 24條 他說報告事項 除以有變更議程之動議外 主席及宣告進行討論事項 也就是 報告事項後 討論事項前 他是可以變更議程 從來沒有下一個要件說 他的整個程序定案 是在程序委員會定案 或者是在院會定案 去決定 他可不可以變更議程 24條是這樣寫 那個負面是不是要再解釋一下 好來 你的依據是依據哪 來 來 我報告一下 因為事實上在第八屆的時候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問題 就是發生說 你既然確認議事日程已經表決過了 按照會議規範這樣的 預定議程動議之表決是不能覆議的 所以換句話 他就是決定了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議事規則第十條裡面那個規定 就是所謂一事不在意的問題 因為老實講 這裡面我還要報告一點就是說 你等一下 我可以先挑戰 你剛剛講的前面的那個表決 是在表決我們的順序 就是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日程嘛 對不對 因為程序委員會沒有處理 你前面在表定的是這個 那後面我們提的變更事項 是針對討論事項的內容再變更 為什麼不可以 那兩件事情 當然 我們現在的問題會在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在程序上這樣反反覆覆 就是說 就一個國會的制度跟運作來講 這次其實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那我要另外報告的就是說 這個叫反反覆覆嗎 那如果程序委員會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定案之後 你又說回到院會的時候 因為程序委員會定案了 所以到了院會 我的討論事項還是可以提變更 對阿 那這不是你講反反覆覆 這個是互相矛盾的嘛 我最後報告一句話 可以跟不可以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嘛 我最後報告一句話 以第八屆的運作來講 當時其實是當時周富密啦 然後大家 他提出來這樣的見解之後 大家都同意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要報告的是說 我報告的是實況 那最後大家怎麼決定 我們當然沒有意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要跟那個訊文報告的就是說 少數黨團 就是我們再有一個 五黨級級少數黨團 委員參加常設委員會抽籤辦法 裡面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在 以上 為什麼大家要去爭委員會 該委員會才有提案錢 我們在委員會的提案錢 就是這個問題嘛 為什麼每次在抽籤 大家排隊 我們內部炒鑰匙 就是委員會 委員才有提案錢表決權嘛 你這種黨團以後 這什麼都不要 委員會組織法都不要了 什麼抽籤辦法都不要了 這吵過很多次了 來 過差 沒有 我本來以為到前面一輪的討論 到一個結束了啦 那只不過說 因為我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牽涉到 我們立法委員 在面對法律的時候 我剛剛說過 基本的法學方法論的問題 不要讓我們今天的討論跟發言 未來到法學院的法學教育的時候 成為錯誤的示範 所以我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講清楚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 規範的狀態是 符合一定資格的主體 因為有得那個字 被授權 可以去做一定的事項 除了法律有明文規定以外 這個法條的結構 絕對不是 在其他的脈絡下面 得使用的方式 如果在這個脈絡下面的得 這個授權規定 可以被解釋成也不得的話 那對不起 我國的法律的法典 絕對要進行大幅的翻修 否則會造成法律解釋上面 極大的誤謬 這件事情我一定要說清楚 那不是說 你不去看法條的結構 不去看法條規範的狀態 然後就抓住了那個得 然後就說因此也可以不得 沒有再這樣子解釋法條的啦 在委員會審法案 這德與不得 加個德會變成不得 所以會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所以會有人要爭執 自日推銷寫音嘛 國上委員我跟你講 你說這個問題有問題 你把德發掉去修正案 來修法嘛 這很清楚 這是ABC的問題嘛 為什麼大家爭委 院長我想新國會新民意啦 我覺得我不知道第八屆怎麼做 但是就我新科的立委來說 我覺得一切都應該按照議事規則走 如果老跟我講之前怎麼做 以前王院長很重視小黨的聲音 小黨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去做發揮跟溝通 那如果不按照議事規則來走 永遠做慣例的話 大家就讓你們好去走 有啦 有啦 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 幫我講一下 好 我就講一下 剛才就是說 尊重小黨 所以議事規則是可以學商的 如果照議事規則 先遞案是要先表決的 但是如果尊重小黨 就是大家要同意 就不用這個議事規則 就用尊重小黨 所以剛才有討論過這一段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合理的提案 不是故意背格式的提案 我們還是基本上會採取尊重小黨 這個議事規則是先遞案 先表決 但是為了尊重小黨 所以小黨在變更議程 還是討論提案的調製的變動 基本上 剛才是有一個方向 是以盡量不照議事規則 照尊重小黨的方式來處理 這剛才有討論過 那麼我想這樣子 不是啦 你講這個話 是未來都要這樣處理嗎 不是 這個是剛才大家 還是見識犯識 不 不 這個要有 大家有 有協商 有共識 當然就尊重小黨 如果大家都說要照議事規則來 我只是跟大家報告 議事規則 就是要先遞案 然後案件 月圓的 就先處理 這個都有他的 好來 是不是 要先讓小黨遞案 我沒特別的意見 對啦 這個是小事情 完全看大黨的決定 跟雅量 要按照議事規則 我們也OK 但是我現在要 不好意思 我問得很細 是因為 我新到立法院裡面來 有一些立法院裡面 實際行政作業上面的大小眼 我心裡很難過 我只是為了要議事和諧 我沒有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拿出來講 我們講的具體一點 我們按照議事規則來做 以先遞案為準 那剛剛院長的才智是7點 我們大家開始排隊 那個是以前到現在 我們大門7點開 就跟委員會一樣 所以那個排隊的地方 就是在大門 不會有其他的地方 不會啦 沒有沒有 我這個話必須要講清楚 不會有其他的地方 也不會有人 有機會先進去 先遞案 就是在大門的什麼地方 開始排隊 沒有關係啦 因為要按照先後順序來排隊 對我們來講 我一點問題也沒有啦 對啦 其實大家都不會 有類似的問題 所以大家才 不是競爭在那邊排隊 然後誰先排 有的三點到 有的前一 以前我們也有 晚上12點 然後到最後12點 那一個一剎那 然後就開始委員會排隊 所以為了這個 爭的蠻久的啦 所以 這個我想 這個 如果 委員會 還是院會 碰到比較爭議 大家怎麼排隊 反正我們的大門 集點開 排隊的地點在哪裡 那都非常清楚 我們把它處理清楚啦 那 要尊重小黨先處理 當然這個是大黨的 兄弟嘛 這個未來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一些學生 不過今天還是 處理幾個案子啦 第一個就是 今天的會議的進行 基本上 就是剛才柯總召有特別提到 一線一序它化掉啦 這化掉 頸線一序這個化掉啦 所以在 內部還是可以調整啦 你們的 這個案子啦 就是按照表格你們去調整 那怎麼調 那是你們可以建議啦 那 未來 未來 如果程序委員會 已經排定的日程 是可以變更議程啦 在討論事項前面可以變更議程啦 但是如果是草案 院會已經表決通過 到院會表決通過 那個變更議程恐怕 就 不然 這個規定是 這個 是不是 這個因為已經院會表決啦 這個我想 廖委員 你們廖總召你應該很清楚 院會是最高的權力機構 完全沒有任何的依據 那這也違反了今天 那我們委員會表決你們輸了再來表決一次 那如果今天 那為什麼今天 你們頸線一序花掉 又說我們可以變更 已經表決沒有過 然後再表決一次 那今天的情況一樣 上個禮拜五的情況一樣喔 程序委員會沒有定案喔 我們現在在講 程序委員會沒有定案 頸線一序花掉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提出變更 內農 內農 內農的調整 那個沒有問題啦 順序的調整 那個沒有問題啦 那跟他的宣告不一樣啊 不不不 所謂不能再有所謂變異 就是我還要加五十個 六十個 你可以在裡面 你們要順序怎麼 我們講也是這樣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沒有錯啊 總召是這樣子吧 坦白講 過去連內農都不可以再變更 你知識都不可以再變更 那第二 院長這是根據哪一條 可不可以請處長說明哪一條 那個 處長 是根據哪一條 來來來 再說那個 褲米來來說明一下 稍微講一下好不好 來 八十六里我們說的請做 稍微講給我聽 我稍微學習一下 讓我翻譯一下 哪一條告訴我 那個 法會議規範 法會議規範第82條的第13款 預定議程動議之表決 這個是不得覆議的 這是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講 就是說 整個院會運作的那個 它其實背後 它還會有一些 異學上的東西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 議事規則第十條裡面講的 就所謂 一事不在意的原則 那 所以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問題點在說 當確認議事日程 預定議程動議之表決 表決過之後 我們還要不要有變更議程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 照第八屆的實務運作來講 是沒有啦 唯一的兩次 那個都有經過協商 我以上 這個 這個 已經我們把它 學商放鬆到 在 討論提案之內的 可以做調整 我們 這個 我想這個 都有 法律的 一個依據 那 第二 我們針對勞基法 還是先會堪 先會堪 剛才各黨團都同意會堪 那會堪的時間是 會堪的是在委員會 那 看能不能 能不能 今天禮拜二 這個禮拜的委員會 儘速把會堪排入 委員會的議程 看是 未完是誰 好 好 然後 請各黨團能夠 至少派 一名 至少一名以上 去會堪 那會堪如果 有瑕疵 該重新審議 就重新審議 那會堪 如果沒有瑕疵 繼續往 就是說 這個會堪的結論出來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在下個禮拜 來 那個 剛剛 院長提示的那個方向 我們同意 那我只是想要先問清楚 就是說 明天在委員會裡面 所進行的堪驗 也就是我們借由委員會的那個程序 要去處理 10月5號的會議是不是有效 議事錄的記載是不是要變更 這個程序上面的爭議啊 那明天進行的程序規則是什麼 所謂明天進行的程序規則 是什麼 是說 在堪驗完了以後 大家是要提正式動議的方式 那各個黨團可以推派代表 那發言的時間是多久 那最後是在未還委員會裡面 透過表決的方式來決定嗎 就是說我先請教一下這個程序 這樣明天或者是後天 比較不會有爭議嗎 因為我很怕說 不管是明天還是後天 又搞得跟10月27號那個樣子 這個問題就完全沒有解決 所以我在想說 明天進行的程序規則 大家可不可以先討論一下 取得共識 好 大家有針對黃委員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各黨團派員一起會刊 那會刊之後 針對這個程序 大家有什麼看法 好來 我以為你們都已經談完了 結果現在才要談談那個開業的部分 有剛才有一點結論 我們確實應該要把一些相關的規矩 先講清楚才進行 院長 我覺得還是要先把相關的程序的規矩 一定要先講清楚才能夠往前推動 那現在 所以 黃委員的意思就是 在建築的會刊 開業完了以後 對 那大家 該修正的修正 對 如果跟公報 公報 對對對 當然以公報為主 對 當然該修正 對 是用表決的來決定 要不要修改呢 還是聽到就應該 沒有表決的問題 OK 那聽跟實際 公報跟實際 錄音到的 有沒有一致 這個大家應該看就知道了 對對對 當然該修正 沒有修正就沒有修正 OK 那如果這個都已經修正完了 那 恐怕會有 要不要重審的這個 要面對 我們 對啦 我們修正完之後 我們再來 針對 到底 改多少 改多少內容 有沒有瑕疵 我們再 稍微再選上一次 看看 這個有沒有跟公報 有沒有跟錄音的有什麼 差異 如果跟公報的是完全不至 那我們又要怎麼處理 再來選上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規矩要先講清楚 規矩要先講清楚 規矩要先講清楚 廖遠廖總召 我們先派代表 也不一定 就是說 各 衛環 你們衛環有沒有 有沒有代表 總統派代表的 有 那就是黨的派代表 一起聽 看公報處 攀登的 跟我們錄音錄影的 有沒有一致 如果有一致 那就討論 我們公報處的記載 我們再開一次學商 這個有沒有程序 大家來 有沒有下次大家再來 第二次學商 好不好 我們不能讓委員 委員一定亂掉 好來 剛剛院長所說的 那樣子的一個方式 實在力量可以同意 那只不過我大概 再確定兩件事情 就是說 明天在勘驗的時候 在勘驗對的是 未環委員會 上次做的逐字稿 還是未環委員會的議事錄 還是未環委員會的審查報告 因為現在 總共有三份的文件 一個是議事錄 一個是審查報告 一個是逐字稿 是這三個 我們全部綜合的起來 在明天的會議上面 去勘驗對 那這個是時代力量的主張 因為我再說一次 就是 以逐字稿來講 我剛剛已經說過 以逐字稿上面 白紙黑字的記載 就已經可以印證 10月5號的會議 有重大明顯的瑕疵 那當然 這是時代力量的主張 有人可能有不一樣的看法 沒有關係 我們透過一定的程序 來論證 各自的理論 跟法律基礎 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只是想先確定 就是我們處理的標的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議事錄 一個是審查報告 一個是逐字稿 我們先這樣子 如果 我們未環錄到的這個因 跟公報處公告的逐字稿 是一字 是一字 表示公報處沒有造假 它的內容 有沒有下次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先來看願 公報處的 公報的這一些文件 跟我們錄音錄到的因 有沒有一字 這個最原始 有這個才有後面的 所謂的審查報告 這個完全 如果裡面有不同 那就要修正 如果一字 那一字 有一次之後的處理方式 審查報告也一樣 月長剛剛那個說 原則上我同意 只是說 我覺得有一件事要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逐字稿 現在本身的內容 沒有辦法支撐 議事錄 還有審查報告的結論 沒有啦 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可以讓 就是說 這個立場 我先表明 對於明天要進行的那個程序 對 時代力量是支持的 OK 我們先說這樣 先看再說 先看再說 要怎麼改 大家 要怎麼 在學上 我們都說三項 一個 開院以後 對不對 一個是 公報出稿 一個是議事錄 一個是審查報告 這三個東西 一樣樣來都沒有關係 對啦 我們要先看這個逐字稿 不過我要跟黨團報告 不過我要跟黨團報告 我們公報處是以我們公報處 錄到的那個錄音 為準 不是拿 旁邊拿過來說 怎麼做 不是喔 是我們自己錄到的 從事 有沒有從事把它 歡迎做文字稿 以這個做基準 我們這個要講 當然是這樣 如果你找別人來說 這邊我們錄到有什麼聲音 因為我們做在議事 但是 會議的主席 包括我們的議事人員 我們都有錄音 是以那個錄音 為準 看我們 看這個公報處的 歡迎有沒有造假 之後再進行第二步 這個就很清楚了 好不好 第二 主席 可以喔 公平會 公平會怎麼說開 等一下 因為你說要以你們錄到的為主 當然喔 我們這個是 代表議事處是代表 是 代表委員會 但是 大家在爭議的時候 要不要請 你明天再聽 你們聽 聽了就知道問題 如果有問題 你們就可以打記號 我們從 都聽幾次 都聽幾次 你先聽再說嘛 你都沒有聽 先講再聽吧 聽完之後 把有疑問的把它點出來 先聽嘛 先聽嘛 好不好 你那個步驟要寫清楚 先聽 然後要做什麼 我們就先聽 聽完把有爭議的點點出來 如果沒有爭議就當然沒有點嘛 但是我剛才是跟各位報告就是以 以我們 因為我們只能 因為我們是 那個衛環 我們的議事人員 是代表立法院的衛環委員會 所以一定要以他的為主嘛 齁 齁 我們就 等一下 是明天也是 你們公定會呢 公定會 公定會 公定會要的話 這個應該不會相違背 一方面聽 你縱然 要重審 假設 你也可以辦公定會 公定會 公定會你們看是哪一點 公定會是必要的 公定會是必要的 院長主持好了 我想這次把它深重一點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們要拿去 誰要請誰都沒有關係 來 國長怎麼樣 不管在委員會 還是在院會辦公定會 我先表明時代力量的立場都贊成 那只不過說 我們有個前提的問題要先解決嘛 就是在委員會裡面 會議有效沒有效嘛 如果最後大家討論的結果 是會議有效的話 那當然就院長主持 或是四個黨團的總召主持 這個我們覺得都OK 那問題是 如果那個會議是有問題的話 那顯然的選擇是要回到委員會裡面 那這個時候的討論會變成是說 是要在委員會舉行公定會 還是跳過委員會 那這個可能 我們可能要有一個前提問題的解決嘛 這個議題已經這麼大了喔 院長主持有公定會 這個沒有違背的啦 兩個已經 你把那個 委員要聽明天就可以聽了嘛 公定會是 你現在訂個時間 要多少出錢 大家講一講 我用就好了 我沒有意見 如果大家覺得 公定白可以相... 明天可以聽 那我們聽完之後 就再召開一個協商會 公定會 公定會 下禮拜二好不好 我還是覺得公定會還是先確定一下 因為他本來就可以獨立進行 因為他本來就可以獨立進行 而且要請人 你們要提共民團體 黨團的建議 好 那下禮拜二怎麼樣 院會 時間來 他本來就獨立的啊 跟委員會 勘業沒有差別 我們可不可以找更專業的人來一起去 蛤 你可以啊 你們... 什麼專業的 來 曾經社 聽說 都比較好 都比較好 來 郭超尼 來 不會自主 我們白癡情聽不懂 不懂 不懂得聽懂 有些人耳朵會有業障 你罵我 我覺得聽得到 我們內部的立法院 好啦 我想我們不需要的 有個建議啦 就是能夠也請第三方人來一起聽 怎麼叫第三方 對啊 就是我剛才講的啊 專業的人啊 可不可以自主 不可能啊 這罐的 很簡單 我們聽 大家都像剛剛聽不到 我就不相信 院長 如果大家聽的結果 有爭議的部分 大家在現場聽 如果意見還是不一樣 那是明天再繼續討論 還有三位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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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來 我剛說過啦 不管在委員會 在院會 辦公定會 實在力量的立場 都是支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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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 我可以講話嗎 但是我現在在關心的事情是 因為接下來公定會要怎麼開 會牽涉到前面 會議有效無效處理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如果先定了啦 當然我沒有說百分之百啦 假設 回到委員會要進行重新審議 那公定會是脫離委員會的脈絡 來舉行一個 某種形式啊 的公定會 這兩者之間要怎麼接軌 好來 委員會召開沒有必然一定要公定會 這個要先確定 那委員會開公定會的成績 難道會比院長和組織 市長長邊都來 所有人都來的成績還高嘛 不可能嘛 所以這不違背的啦 那你就 人家要走 然後大家用來協商 都要來進行 總是要找出一個解決方案 你現在說這個 這個 這個炒完再弄公定會 你即便要回來的時候 委員會的公定會 沒有必然是接近的啊 委員會召開有什麼 一定要召開公定會 中文會董事參考 中文會議員 好這樣子啦 這個層級最高公定會 我想不違背吧 我們也不差一天啦 明天 早上你們就會看 明天下午我們就來協商 講廣告我先訂就好嗎 明天也不來協商啦 沒關係啦 那原則上就訂下禮拜二 我們明天下午再來協商 原則上信定 禮拜二下 那幾個人明天才會說不下去 我們四個黨團的總召來 召集主持也可以 那我們請議事處來規劃 院會來辦公定會 院長來主持公定會 我想你啦 大家做公定會的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 明天中島卡定啦 大家先做準備 明天中島卡定啦 因為沒差這幾個 對啦 新秀運會啦 我想明天再討論啦 這樣我們喔 一個卡一個 我是覺得這樣不好啦 沒有卡明天 明天就決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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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院長 院長我們還是 因為今天中午12點 還是要繼續開程序委員會喔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把這個事情 先訂啦好不好 先訂一個 下禮拜二開公定會 至於公定會 至於公定會的行事人數多少 明天下午來討論 好啦 我國民黨院長再表達一下 剛剛針對那個議事喔 好啦可以啦 用出的這一張喔 這一張完全不是立法委員的 好我那個別跟你講了 不是個別講 今天個不能定案喔 剛剛霍密講的那個原則喔 不是原則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不是啦 我們的規劃是這樣子 我先提出我的議員 等一下讓覆密解釋一下 因為上個星期 其實是程序委員會 都沒有表決的結果 那是草案啊 那個是草案 所以送進來 沒有表決過的結果 送進來院會 那怎麼會有複議的事項呢 不是 還是要院會表決通過之後 所以院會要做處理啊 這個程序委員沒有處理 是草案來嘛 所以院會要表決啊 但院會已經表決通過 我們不能再用 院會再來推翻院會的表決的議程啊 但是那一天的狀況 但程序委員會定案 如果程序委員定案 不是院會 院會是最高的權力機構嘛 所以程序委員會如果他定案 院會覺得不妥 我們院會是可以變更啊 但是他是草案是院會來定案 院會定的案 那院會不能推翻自己啊 您的意思也就是說 院會定的案 我們不可以在之前提 其他的草案來做這個疫情的變更喔 林委員 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剛才黃宇明吵得很 他談論很多 我先有共識先處理齁 那第一個明天早上看院 第二個禮拜五 下禮拜二開公認會 明天下午來解禁公認會 這個結論先簽一簽啦 拜託我待會兒要打麻煩 我調在這裡 準備在這裡 好啦 官司長你剛才還不是有意見嗎 其他議事規則還說沒關係啦 還說很時間來講 還繼續講 議事規則還是 反正這兩天的案子都不是很重要 就讓報告事項進行 然後我們 好來 這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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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再說 議事規則還是什麼 再來講我們沒關係 對不起 可以講話嗎 等一下沒關係 好不好 九中存義 現在有 如果詳細你就不要簽就好了 我們 協商結合沒有那個東西啦 現在先這樣 那再說沒關係啦 拜託一下 好不好 不是啦 我如果每次要講話 都是這個樣子喔 我已經無話可說了啦 好 around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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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意识规则是不可以这样子 那个1、2 你们的7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一条如果不写 那就不要 那就按照意识规则 规定都不破除啊 他意识规则是正常 现在是说 可不可以跳脱意识规则 让小党先处理 那就是大家朝野协商嘛 否则照意识规则 就是大家先排先赢嘛 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不要也没有关系 就照意识规则嘛 因为不要的意思规则是这样写的啊 所以因为你们刚刚期待 所以院长刚刚才是说 不然大家如果说好就不要叫意识规则 那这个是意识规则啊 那个第四条要不要先表定 我们就是先确定第三条 然后之后 至于礼拜二是不是要公听会 我们当然可以先准备 可是是不是确定那个时候 是在第三条 刚才已经办法过 我们今天不影响嘛 你委员会要 即便从来委员会开公听会 也不会大理这个公听会 我就是说我不反对啦 可是你要不要写 就已经写在这个写商结论上面 刚才有谈到就是说 你也可以明天写商就来谈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再来确定 反正我们第三点 明天下午看完还是要谈嘛 那看完以后有决定 再来决定公听会比较办 这样比较符合情绪啦 我们是一个piggy在谈事情的啦 好啦 夸张委 你一个再卡一个 然后明天下午再来吵架 不然就写暂定于礼拜二组 然后 刊宴结束后确认 会议确认啊你啦 好不 没有 这两个本来就分开 一个piggy谈嘛 大家要有效率一点嘛 没有 暂定啦 暂定啦 暂定可以接受 然后明天一句话 都不好 明天就什么都要推翻 这个 没办法进行啦 假如大家一二先暂时再讀美 没有关系啦 我想第三点大家都同意嘛 那第三点完 我们也同意明天 既然我们要同意开正常协商 那你公听会时辰 举行的方式细节 就明天下午正常协商再来谈 下禮拜二先定起来 明天来讨论细节没有关系啦 这是一个piggy在谈的嘛 多一个暂定啦好不好 暂定仪啦 暂定仪就比较不会有 那我们也比较好准备一些事务性的 那谈完也把它切割 那这到底怎么谈 也是希望说大家真的是谈 那要四个党团的总招来主持 还是要交给我来主持 院长 我们现在就可能 一路一路 没有啦 不好意思喔 这就是我说的嘛 总要等到明天的结果完 才有办法真的确定 明天的结果 后面还有很长 你要下个礼拜 暂定一个时间 那就具体的内容跟形式 那等到 开院完了光碟以后 处理了会议有效性的问题以后 再来决定 这个也ok 对 那但是不能够像现在的第四点写的一样 大家 我刚刚开始一直谈 要谈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只讲第三点 你刚才没有来 我来以后 我听到的是我们只 还没有来 勘验 大家都同意说工厅会没问题 这个 这个一直在讲说工厅会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又不处理 又要开 大家又不要 这都就不对吧 可以啊 那这样子的话 就有共识的部分 第四点就定啊 说各党团都同意办公厅会 就公英退的日期跟行事 等到勘验完再决定 那这样也确定办公厅会啦 时间先定起来好不好 明天先开院 日期可以定 日期时间在定 明天开院完毕 大家早晚天 明天再说 好 这样子啦 廖原 好啦 廖原事件一件 沒有啦 董总招你听我说一下 廖總招是说 时间可以定 那要由四个党团的总招 还是院长主持 明天再决定 院长啦 反正啦 你四个主持 或是我主持 明天再决定 OK啦 四个是我们的主持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那不是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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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定个日期啦 好啦 那 再说啦 再定 定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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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六星期二 然後 下星期 下星期 十月 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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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啦 沒有啦 我再说一次啦 第四点 我建议的文字 因為你总不可能 每一次朝野协商的时候 那想要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到时候拿出来 给人家签 那这样是在协商什么 我们今天协商两个钟头 對啊 谈的不再谈 所以只能按照你的意思过吗 别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吗 你的意见 你一再讲说公内同意 那我们就先定时间 对啊 所以我 所以我现在可以提建议文字吗 好啦 我说 来来 第四点 我建议啊 把它定成说 各党团 同意于下周办公听会 你听我讲完嘛 各党团同意于下周办公听会 那公听会 举办之行事与内容 等到明天 第三点 刊宴完了以后 党团协商再行决定 好 好啦 下周光听会 下周二十点 一周的时间又有够够够了 只有二跟五而已 二跟五而已 何必大家到一趟 大家唱谋要唱 阿萨最快 明天就大家要看 对吧 大航 你说要看 弄三种三种 什么都答应了 不要再留个尾巴 大家讲它的效力一点 都很乎乎乎的 没时间先定一下 讲很清楚的事情 大家都说不能反对 没时间先定 细节明天之后再讨论 好 反正公听会 总是要办 早办晚办 也都一样 反正是下礼拜 礼拜二 院会 我们现在法案比较少 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案 我 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下周 因为你也不一定下周二半 你如果真的是有重大瑕疵 从委员审 那公听会就是委员会在办 下周一就可以办 不是啊 我只是举例而已 我只是举例而已 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发生 所以你下周二办 你下周一也可以办啊 如果委员会来办的话 下周一也可以办 我的意思是说 折日嘛 我就说同意办公听会嘛 然后又下周来办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你搞不好礼拜一都可以办 所以委员会都可以出来办 下周就两个时间啦 礼拜二 礼拜五两天 一个礼拜过了啦 好 大家要说不定 没有啦 你如果今天讨论只有二跟五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 你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嘛 不是愿会嘛 如果要愿会办 只有这两天 所以嘛 所以是不是在愿会办 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讲得很公平 就是要办 没有问题 下周早一天办 这也没有问题 明天再来讨论说 看到会议的结论 如果说是在委员会办的话 那礼拜一礼拜三 礼拜四都有可能办嘛 你都有一天早叫 然后要整个翻掉 大家 黃委员 黃委员 都很清楚啦 我們要脱离委员会了啦 一定要在愿会来处理啦 给愿会来处理啦 不是啦 那个总照 脱离委员会 禁愿会 是你国民党的立场 这个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不认为 可能还在委员会喔 所以我们这个立场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 下礼拜半 大家同意下礼拜半 这没有问题 可是你是不是一定 礼拜一或礼拜二 我觉得这不一定啊 如果国民党认为 已经脱离委员会 那是国民党立场喔 我们的立场不是 礼拜一和礼拜二 自己相信也没有关系 我讲的你听错我的意思了 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半空中 是在委员会到院会的空 半空中啦 还在空中啦 還在空中啦 廖总之后 我跟您说明一下 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 我们大家都不要预设立场 现在这个案子在半空中没有错 那等到明天才会决定说 既院会还是回委员会 公订会是一回事情 这大家同意 对嘛 那如果是回委员会的话 那公订会就会在委员会办嗎 也可以给院会来办 我们高度高一点 对嘛 所以嘛 这个是你的主张嘛 那我们大家 不是都同意的说 公订会办的形式 等到明天才讨论吗 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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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你一定要禮拜二或禮拜五 沒有 剛剛那個廖總召跟那個 四方委員的建議 我同意啊 時間先定 內容形式明天討論 那試期討論之結果 日期有調整之可能性也把它寫上去 這個是剛剛大家講的嘛 大家看 這很簡單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講了兩個鐘頭然後到最後再來 一直出交電也都不需要這樣 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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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稟 青稟這邊沒有問題吧 蛤on子 妳推幾度結果如果這裡沒有簽也是沒有 等一下廢電 修正好知道在哪給您 中午不要開店 中午 我的意思是中島給大家吃飯 幹什麼的 所以不要中午 不要排到中午 就是上午跟下午的時間 上午了 是嗎 因為我們中午要開黨團大會 教育院會時間兩點半開 往前進就好了 三點三點 我現在看明天的 你拍到家裡 我要看外面 開戰友沒有關係 明天早上你們會看 快點 現在是小午 小午 現在 來 處長你量 你來copy給他們 來 給他一量 來 這邊也有位置 那個報告各黨團的負責人 我先唸這個出稿 那等一下會印給大家手上有 我們超級想案決定 決定是項第一點 是寫院會收受議程草案提案 跟變更議程提案的時間 是院會日的首日 不要這一點 OK 不要這一點 不要這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各黨團同意11月9號禮拜三 由黨團推派代表 共同勘驗105年10月5日 第一個不要 第一個不要了 第一個不要 第二個 各黨團同意11月9日 禮拜三 由黨團推派代表 共同勘驗105年10月5日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之錄影錄音 共同勘驗 第三點是 各黨團同意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公聽會 是暫定於11月15日星期二舉行 公聽會的日期10成及方式 是前項勘驗完畢後再行協商 先暫定 這樣子好不好 確定 確定 那就沒有暫定這兩個字 不不 你留著我們支持 這樣真的 留著啦 你後面還是講公聽會日期10成及方式 前項勘驗完後再協商 那你還是有禮拜二嘛 扎刀同意這個方向 扎刀同意這個方向 不是啊 你後面有這些詞 邏輯上不要合啊 有啦 剛才 你不要寫日期 好 剛才有這樣子講 就說明天開院以後再討論 不明未知10成及方式 前項勘驗完後再行協商 好啦就這樣子 好 那一個沒有啦 就23啦 你重新打一下23啦 趕快 明天下午1點怎麼樣 這都沒想要處理事情 等一下 你幾點來就舉 那我們 2點半 日期要考了半天 我們國會頻道 你們要派黨團大會 國會頻道是3點 好 那明天下午我們就2點半 好 2點半 好嗎 2點半 2點半 好嗎 2點半 阿他就 廖總召說 他們 但是2點半大家要準時啦 那 那你要加上喔 下午2點半 2點半才會協商 下午 已經定 下禮拜先定下來 不是啦 明天下午2點半 還要在協商 換勘驗後 你也要再討論一遍 沒有你沒辦法 這勘驗後 不是明天在地的改革 那還幾個條 那三行 你知道嗎 大家出課 我怎麼不知道 大家成功 我們已經 該黨都當掉了 然後 你說 可以變更衣服 我們都當了 緊進議席也當了 大家拿出誠意嘛 然後 卡來卡去就是 沒有確定論嘛 那何必 這趕快曹委夕要幹什麼 你根本講說 我們所有都 做反對就好了嘛 你黏一遍 黏一遍 來 現在圈圖一下那個 曹委黨團協商的結論 1 各黨團同意 11月9日 星期三 由黨團推派代表 共同勘驗 105年10月5日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之錄影錄音 2 各黨團同意 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公聽會 定於11月15日 星期二舉行 公聽會的時程 及方式 事前項勘驗完畢後 再行協商 我們還是認為說 你還是暫定啦 如果你認為暫定 你一定要拿掉的話 你公聽會日期時程 其方式還是留著啦 沒有日期沒有 只有時程的方式啊 原本有日期 不是啦 這是新人嗎 他原本有日期 我們還是希望你先用暫定的方式啦 啊你如果覺得暫定這個沒有誠意 你後面公聽會之日期時程級方式 你就加個日期吧 日期沒有啊 日期沒有啊 我們是認為說應該是用暫定嘛 那你如果覺得暫定這樣沒有誠意 今天講半天就是為了這個 兩個一起避難解決 不是 我們的立場是 絕對支持辦公聽會啦 可是你 你不清楚說 你明天看完以後 公聽會到底是在哪個層次辦 我的意思說你禮拜一辦都可以啊 那是禮拜二十幾一百可以啊 可以啊 你如果要這樣寫也可以啊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後面講暫定 我們也都同意要辦了 可是你還是有不確定在哪 因為明天你還是要開政黨協商嘛 你不太清楚明天開政黨協商結果 我們絕對支持辦公聽會 我跟你說啦 明天勘驗完的結果 雖然是在公眾面前勘驗 我個人認為啦 來這邊講 一定又大家又要講不同的觀點 對啦 所以你這樣講完 你這樣講下去就是永遠無解啊 我絕對 同意開公聽會 這沒有問題 下禮拜絕對開 只是說 你一定要在今天壓這個時辰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說 好嘛 那用暫定嘛 你拖時間嘛 不是 不是拖時間啦 柯總長你不用這樣去想事情啦 因為你 不是啊 我們不會去當你開公聽會啦 你不用擔心這個事啦 舉辦公聽會 要經過很多的程序 還要邀請 人家要來說明 要來開會的人 他可能在外面如果有其他的事情 他也得請假 你日期定下去之後 人家可以 就這個日期去準備 他要來開會的人啊 你們要聯絡 你弄一個不定的日期 這個作業要怎麼作業 通知那個學者說 你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你都Hold著 你都準備來開公聽會 你在講這個都不 我跟你說明天的勘驗結果 我個人喔 以我過去的經驗研判 明天看完之後 大家下午來這個 這個地方 也是又 合個言而至 沒有啦 他有什麼 我把它講完 我們一定是支持開公聽會的 不論是院的成績或委員會的成績 所以這個柯總召你不用擔心 我們不會用這個東西弄你 什麼時候開 一二 下禮拜 不是啦 下禮拜你要開 你 對不對 我把它講完啦 那 只是因為你有個勘驗的過程嘛 那我不是說勘驗過程一定會怎樣 往哪方面走 所以你有可能回到委員會開 有可能在院會開 院會成績開 我把它講完 這都是邏輯上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一定要定禮拜二 所以我在想說 好我們也可以妥協你暫定禮拜二 可是確定的日期 你 反正明天還開政黨協商會 會談公聽會的時辰跟方式 不要這樣說話 你用五個啦 不要用五個好嗎 阿三是一公會一公會 說兩點很久了 我知道啦 等一下我 我是真的是做不下去 我等一下去送法院 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 對啊 明天是要 市長團還是要我來做 當然是院長嘛 公聽會時辰日期 還有邀請的對象 什麼 到底要開多少次時間 這個還是要談嘛 對不對 我覺得下午 明天下午談嘛 所以 對 我先把它講完 開多少次喔 我先把它講完 所以我才說嘛 你如果訂禮拜二 好像就只開一天 對不對 那如果 明天如果談 時辰 如果要開兩天呢 時辰 五點到五點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所以我才說你的日期 不是啦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是只開一天嘛 這樣 那要開一天兩天 對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院長這邊講 要先確定 這個時辰日期 還有你要開幾次 幾天 這個我覺得一定是明天在談 不能發明的 只有公平前面不能來講 那一講 我實在要支持公聽會 最後一直還在公聽會 我支持開公聽會 可是我 不是 我支持開公聽會 可是我沒有說我只 支持開一天的公聽會 可是我也不會跟你開很多天 聽我把它 聽我把它講完 我也不是說 你一定要開多少天 可是你不要先限定 好像就是那一天 那天開完公聽會 事情就結束了 好 我們不能 我們 不是這個立場的啦 我們 曹瑋強有時間來辯論 院會也有時間來辯論 根本 這個還有 這是議員要決定的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講過 我們開公聽會 我們希望會有官員來嘛 行政部門來 大家都答應 對對 我們很高興 可是你真的確定 星期二一天就可以結束嗎 因為我 那時候會談暫定就是 不要讓人家有個印象 我們只開一天 現在最好一天 最好一天 就說 不是跟市場 剛才說 恭喜你開公聽會 一開始開公聽會 沒有說只開一天喔 或開一次喔 那如果開一天一次 那要一開始 院長 承諾開到半夜12點 要講的人都講 沒有關係啦 今天我們就先這樣處理一下 我感覺到你的幕長 如果今天又要來揮 你現在的立場就是 一再的拖延嘛 你到底要開幾場公聽會 我把他再講完齁 我們 我們覺得開公聽會很重要 可是你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說 我們就是開 過水這樣 好像有開公聽會 就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個立場 我想大家都希望 公聽會也不是委員會必要條件 我知道啦 可是我們都同意了 要開公聽會了 我們是不是就不要去限制說 好像讓人家覺得就是一場 第一次院長組公聽會 要講多久 最後一講沒關係 那個 院長 明天看宴地點是在哪裡 委員會 在委員會 在委員會 對不對 那剛才吳秉諾委員 也有提到 說 那個看完之後 大家一定又 又有不同意見 那 像這一種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第三 這個都可以預測 第三方 能夠 這在委員會派出 拜託 因為 我都提出三個事情 我們全部答應嘛 你要看驗 議事錄 包括 公報出稿 包括 紙拿報告 我們都照持續來嘛 因為要求都要大型 你現在最好還要出外交 沒有意思 我都不想去 你 你 要 你 你 你 要 你 要 你 你 你 要 要 要 你 要 你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